光复国小图书馆经过花莲中区佛伦社协助改造后 营造了良好的阅读环境 而光复国小以敞阳书海品乐书香为主题 举行了图书馆更新启用仪式 光复国小学童演奏陶笛以及乌克莉莉两首歌曲 在悠扬的乐曲以及歌声中 向花莲中区佛伦社表达诚挚的谢意 花莲中区佛伦社关注学童教育以及阅读 整合国际佛伦社3490第7奖助金 花莲中区佛伦社以及热心社会公益人士 游人条等捐款100万元整 进行光复国小图书馆更新整修 以及书籍购置充实 改善工程进行文工 图书馆变得色彩明亮 活泼有童趣 学生各个兴奋不已 吴俊来则士表示 希望透过充实学校图书馆环境 以书籍达到知识保障 营造舒适友善阅读环境 提升学童 阅读品质以及风气 期待新的书籍馆能够吸引孩子们 乐于阅读 引领师生们产阳书海 品味书香 很敬佳的是我们中期社 我们PP前社长 Dentus为了招募监管 不辞辛劳的 更敬佩的是我们社会 三星人士也是我们荣誉社友 那个游先生 及我们中期社 前社长 各位社友 所有的监管才能完成 光复博小的读书馆 修散 跟充实书籍购置 其中仙医 韩丽美 酬金融为仙医会 教育小组的成员 他们参与启用仪式 关心学校教学环境 以及学童学习环境 韩丽美感谢佛人社 支持教育推展 以及投入教育资源 欺免孩子们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在学习上精进求精 成为喜爱乐族的好儿童 那灵媒是教育小组的委员 看了也特别感动 所以今天呢 跟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 当然建议我们的宣政府 来做一些改善 我想很多服务的地方呢 我们如果学校做不到的 我们能够努力的 我们相信我跟俊佑在宣议会 一定会为大家努力跟发声 那好事呢 大家一起做共同的来种福田 大家是最有福报的人 跟我们的韩丽美韩议员 一起来到这边 因为这边也是 因为我们现在是教育小组 所以说今天看到在我们学址上面 有多么好的环境 也是我们愉有而焉 也感谢我们的韩议员 泡装领域的意思 就是说 如果说学校有什么需要 更多的地方帮忙 我跟韩丽美议员都二话不说 一定能够努力 观目国侠 无嫌为感谢佛人社的关心 以及用心 不仅改善阅读环境 更提供馆长书籍 改善过程中 佛人社团队多次到校 共同规划以及讨论 重视学生阅读的学习 取取光晓的孩子们 能够享受阅读 进而爱上阅读 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带着阅读 以及微笑 终身学习 记得众议 光复相报道